临近工业区重化区建案多 吸引年轻家长大量移入新竹县湖口乡 落实幼儿福利 乡公所今天起连续三天 发放教育补助金 三到四岁可以领四千元 五到六岁也有两千元 全乡共计一千五百位小朋友受贿 年轻爸妈拿着红包带 开心跟乡长合照 湖口乡公所落实幼儿福利 连续三天发放三到六岁教育补助金 湖口乡公所针对三岁到六岁 我们三岁到四岁是四千块 我们五岁到六岁是两千块 我们湖口乡目前有一千五百名的小朋友 有这一次的福利 所以他们都很期待家长更高兴 湖口是新兴城市 年轻家庭移入 人口逐年增加 向公所预计明年编列 营养午餐给付 每人增加十元 也要提升儿童节礼物预算 首日发放幼儿教育补助 三到四岁一人可领四千元 五到六岁也有两千元 共一千五百名小朋友受贿 有爸妈享用来为孩子添购文具 也有当旅游基金 正开学前带孩子出去玩 从三到六岁这边就开始要培养 他们一些能力吗 兴趣吧 然后课后才艺消耗体力 对 那觉得我们湖口乡的这个政策怎么样 对很好 对 有做到通知单就来领钱 原本以前不住在湖口 那我搬来以后 其实陆陆续续 有享受到湖口新的一些补助 那我觉得对我们这种新移入的居民来说 其实是非常大的帮助 20个村3T次分流 需攜带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 以及幼儿户口名部证本来领取 9月2号上午也能补领 给幼儿更好的教育环境